第六题 有关以氢氧化钠溶液来综合研酸的实验 其装置如图 并以实褪作为指示剂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在我们滴定的实验中 我们晓得 我们指示剂的颜色要放在下方的锥形屏 或者是那个烧杯的位置里面 所以选项B说 实褪指示剂要放在滴定管中是错的 那我们晓得我们以实褪当作指示剂 如果我们原来底下放的是酸 那么它原来是所谓的红色 中和后应该变成蓝色 如果原来放的是碱 那么它原来应该是蓝色 然后中和后应该变成红色 无论如何 实褪都没有无色的 所以选项C说 追评的容易成无色是错的 那么它说我们中和完成之后 氢氧化钠的莫数小于原算的莫数 那我们晓得 中和完成的时候是氢离子的莫数 会等于氢氧跟离子的莫数 而我们发现一个氢氧化钠会有一个氢氧根 一个盐酸会有一个氢离子 所以氢离子的莫数 等于氢氧根离子的莫数 就是所谓的氢氧化钠的莫数 等于盐酸的莫数 因为氢氧化钠的莫数 就是氢氧根的莫数 盐酸的莫数 就是氢离子的莫数 所以选项株也是错的 所以答案只有A是对的 我们在上面放的是氢氧化钠 底下放的是盐酸 来做我们低定的实验 所以我们第六题 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A 低定管中应放置氢氧化钠容易